这一天 陈宝云的家突然多了很多人 那么新师姐就告诉我本店这里有一位病患 脚有很严重的伤口 所以希望我可以过来这里看看 左脚右脚都有 是一个静脉的问题引起的一个伤口 那么这个伤口已经十年了 所以案主本身对能够治疗这个伤口 其实也已经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 忍着疼痛让医生清洗伤口 但治疗才刚要开始 他一定要减轻他的体重 比较具体一点就叫他不给咖啡 应该很喜欢喝咖啡 然后也减少了他每天都一定要吃的炒面 他必须要明白说这个伤口的治疗 他有一半的责任是在医疗团 还有一半的责任是在自己 在病人和医疗团队的配合之下 这个伤口才会好 来康复我姐姐之后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因为几时以前我们也是希望 有个医生来跟他检查 药房伤口尽快复原 除了仰赖医护人员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病人的积极配合 以及家人的用心陪伴 漫长的康复之路才会走得更加平坦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宫 马来西亚新商报道